封气比较暂时上到这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新增一张报表 我们来去讨论 讨论散步图 顺便了解趋势线 还有自动分群 自动分群 好 首先我们来去做一个 散步分析好了 请问一下 在我们拿到这些资料里面 你会不会想要针对客户的 对公司的贡献 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来去做了解 例如说好了 简单说说白话一点 这个客户他是好客户 还是坏客户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应该还蛮重要的吧 好 例如说 例如说 今天有一个市民来 直接马上告诉你 就是你要预测 他是好市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派派 那我们可以派什么 就是年轻的人来去服务 那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澳洲来的市民 那我们是不是要派那个经验比较老道的来去服务 这也是大数据分析 然后在动物上面的应用 好 那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我们的客户 客户 这里面有多少客户数 怎么算 今天都不教你怎么写函字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边不是有一个客户名称吗 我们其实可以快速算出来客户数 好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这个卡片 卡片 卡片这么大 你当然可以设小一点 设小一点 里面放什么呢 放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然后请把这个内容变成计算次数 因为它是文字类型 文字类型当然就只能计算次数 它有没有平均 它有没有最大值 都没有 因为它不是数字 好 所以在这边它是不是只有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告诉我们它有多少人 它有十千人 十千就是一万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总共有一万笔记录 怎么知道自己 我们这里总共有一万笔记录 有看到吗 442 什么170除一万 有看到吗 后面那个一万 有看到 请看我滑鼠游标 滑鼠游标 有看到一万吗 总共我的记录笔数有一万 所以它在这边它计算有多少个客户名称 一万个客户名称 那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把它改成什么 计算次数 但是相亦 什么叫做相亦 相亦的英文叫 就是说 假设相同的 相同的名称 它只算一次 因为它只是要去找那个相亦的次数 相亦的次数 相同的 例如说丁君出现了十次 它也只算一次 这就叫相亦计数 这就是所有的客户数 这就是客户名称的单一 就是相亦的一个计算次数 771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总共有多少客户呢 771有客户 好 然后等一下我们最终要教你自动翻群 自动翻群出来说 有多少是好客户 有多少是不好的客户 可以吗 有听懂自动翻群这件事吗 假设今天 有100个小朋友 分群技术 我比较熟悉了解的是 那个就是医学相关的 假设现在有100个小朋友来看 我可以透过分群的技术 直接判断出 它是一般的感冒 还是流行性感冒 有听懂吗 直接做分群 那给的药都不一样 要不要快筛 是不是直接都可以有效的来去减少医疗资源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 那你们也应该要学会去思考 大数据分析 它就是要先收集出来分群的一个特色 好 首先你先算出来总共有多少客户呢 我用的是卡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客户名称 然后请把栏位改成客户名称这个 用技术相议 你就可以得到771个客户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学会卡片视觉效果 我觉得刚同学这个发现也很重要 例如说点一下我继续来去做客户ID 客户ID的统计 客户ID的技术应该会更多 为什么 ID它是唯一值 客户ID就像身份证字号跟姓名 你去计算 那姓名是会重复的 但是ID身份证字号不会重复 好 点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点 卡片 然后客户的ID 客户ID在这里 然后请把它改成技术相议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边一定会多于客户名称 因为客户名称是没有规定说 可不可以重复 因为很早我们会拿客户名称来去做查询资料 除非用人工比对 人工比对知道 好 我们用机器来做 用电脑来做比对的时候 我们都是拿客户ID来去查询的 好 那我们先不请你做这件事了 只是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了解 了解资料够详细 你会遭遇的问题会越少 好 那我们点它 在空白地方 我想要去画出 我想要知道说这个客户到底对我们的贡献 对我们的关系 那请问一下客户跟我们公司的关系 你就是看往来 往来会发生什么事 请问客户是不是会跟我们买东西 所以会有销售额 对不对 然后那每一项产品 产品我们都是要以利润为中心 所以针对他跟我们买 然后会发生什么利润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两个数字资料来去做 每个客户的一个关系层数 好 所以我们可以画散步图 这样可以理解吗 散步图 散步图 我们要画什么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要画的应该是 首先我们要选是客户 客户ID还是客户名称 为了方便我们资料查询 请用客户名称 可以吗 因为你看那个客户ID 你也不知道这个是谁 干脆我们直接把名称秀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客户名称里面 是不是有有他的销售额 销售额 我我把销售额放在X轴 X轴 然后还有他的利润 请问我是不是画出来一个散步图关系 这个散步图会看吗 不好看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分析线 加了分析线 你比较好去判断 说谁是好的客户 谁是不好的客户 好 例如说 请问一下 请问这张散步图我想应该没问题了 1散步图 对不对 2客户 客户 名称 3 销售额 我喜欢把销售额放在这边 4 我再点利润 是不是散步图就做出来了 可是我现在要多教你的是分析线 请问一下 我的销售额是不是希望做出来平均线 平均线 这是销售额 我的X轴是不是销售额 所以他是不是可以画出一条直线 那这边右边的只能讲说 他的销售额是比较大的 左边销售额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这边不能去划分出来好坏客户 但是可以把大小客户分类 可以哦 接下来请问我的利润 利润要画什么线 利润要用平均 要用常数线 常数线 要用Y轴常数线 加入 请问值要多少 值要多少 利润的常数线 值要设多少 就是零 就是有利润没有利润 对吧 有利润就是大于零 没有利润就是小于零 好了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加画了一个是平均线 请问平均线会有几条 平均线有X轴的平均线也会有Y轴的平均线 所以会有两条可以吗 这边平均线可不可以增加可以增加完毕之后记得把这个量值改掉 例如说我现在加给你看 加平均线 请把第二条 这个第二条平均线改成Y Y是不是利润 请改成利润 这是利润的平均线 可以了解 好 我先把它删除掉了 平均线有没有第三条 没有 常数线就有N条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常数线跟平均线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画两条线会画吧 好 可是我还不能让你们去做 因为你要会看懂这张图 你要会看懂这张图 请问你 这叫第一项线 没问题吧 这是国中的数学 这个呢 叫第几项线 第二项线 第三项线 第四项线 没问题哦 请问你 第一项线是好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 好客户 第二项线是好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 好客户 只要是有获利都是好客户 对吧 因为都在零以上 那简单的说 第三项线跟第四项线是不好的客户 好 请问你 最不好的客户是不是在这边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要会看懂这张图 不然等一下你做完自动分群 你都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或者是你没办法对他的一个成效 做一个评估 好 这是最好的客户 同意吗 因为他给我们公司带来最大的利润 以及什么最大的销售 这样了解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客户 那这应该算是我觉得 第二好的客户 这个不应该排在第二名 我觉得 看你要怎么样去定义 最好跟第二好第三好 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是利润为主 利润为主 所以这是第二名 这是第三名 有听懂我的意思 然后这边这是 这两看谁比较高 知道吗 我认为应该是 因为我们公司 不应该是以销售额最大 来当做是好客户的一个定义 应该要用利润 或者是利润跟销售之间的关系 来定义 好 这样你大概会看这张图了 因为这次跟我后面介绍 分群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就加了两条线 来告诉你什么是好客户 什么是不好客户 否则的话你会听不懂 自动分群 它很棒的地方 这样你大概懂了 你会分什么叫好客户 什么叫不好客户 请问会不会画 其实销售额的平均线 还有Y轴 Y轴叫值 值得什么 Y轴的常数线 为什么一个要平均线 一个要常数线 知道原因吗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 销售额是用平均来去看的 那利润 我们就分有利润跟没有利润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张上部图 然后请告诉我 最好客户他是谁 最不好的客户他是谁 所以最好的客户他叫徐禅 那最不好的客户呢 他叫做卢 按 可以吗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这边是不是 可以去画出来 针对这么多个点 针对每一个客户 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决定用销售额跟利润 销售额跟利润 那这两个 这两个商业行为 构成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 好所以我们可以去画这个 这个分析里面的趋势线 请问这条趋势线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销售额跟利润是正相关 当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当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利润也会随之越高 对吧 好 那在政策上面 我们可以怎么用这件事 政策上面 请问一下 这个客户是好的客户 对吧 这个客户呢 销售额这么高 但是他利润是下降的 有听懂吗 这个利润是下降的 不足到这个点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不好的客户 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针对于什么是好客户 什么叫不好客户 我们还可以透过趋势线 来去做这件事 趋势线很重要 当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我们去做那个描述性统计 其实也会用到趋势线 也就是回归 你一定有听过什么逻辑 是回归 对吧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可是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以前不管怎么做 他可能就是 那个样本数 样本是抽样出来 现在你看 我直接放上去的是 所有客户的销售 以及利润的行为分析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你要会善用这条趋势线 所以这个趋势线 也可以认定 这个人是好客户或不好客户 你觉得趋势线有没有比较好 有吧 这样知道我在说的意思 在这条线以下的简单说 都是不好客户 好 那在这条线以上的 那我们就要去看说 谁是最好的客户 第二好客户 第三好的客户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客户来去观察 他的一个行为是什么 他们的行为是什么 简单说 他们如果说你拿这些人来去画图 你会发现他会更偏向这个关系 可以吗 好 那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政策的拟定 因为你已经定义出来什么叫好客户 我举例来说 假设我现在我有新产品发表 iPhone什么12 今年9月不是要上市了吗 对不对 新产品发表 要不要通知这些人 这就是一个政策 这就是一个政策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通知这些人 可能只是会让什么 反正就是买了一个礼拜 你就去退货 那叫整修机 只是在增加整修机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政策的拟定 我就是不要通知这些人 就已经知道他是不好的客户 你为什么还要通知他 参加你的新产品发表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政策的应用 你就可以把你的客户 比如说假设 假设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客户 会被你过滤掉 不通知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这就是一个政策 你定的一个参考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麻烦请分析 分析打开趋势线 分析打开趋势线 就是点分析 然后点这个趋势线 趋势线就只会有一条 所以他这边没有什么增加 我只是为了特别告诉你 有些线条它是可以增加 有些线条它是不能增加 好 请你们现在画出趋势线 好 接下来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去观看 趋势线的应用真的很重要 这是很多家公司 他们现在唯一在做的一件 很像大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透过这种方式 例如说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可以 假设国家的预防保健 我们是有成本的考量 那我们是假设而去做 相对这个人的一个健康评估 如果他身体状况是好的 那我们就会希望 就是不要通知他们来去做预防保健 那如果他的相对的一个身体健康是不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通知他们来去做 例如说癌症的一个筛解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是其实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自动分群 自动分群 因为你已经有了 我刚介绍这些观念 我接下来就是要教你 什么叫自动分群 而且你可能只按三个案件就做完分群了 分群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分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我们来看他分得好还是分不好 还有他要自动分几群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好不好两群的客户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用趋势线 在这条趋势线以上的都是好客户 在这条趋势线以下的都是不好客户 或者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拿这条线来去划分 对不对 只要有利润的就是好的客户 只要是没有利润的就是不好的客户 好 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刚刚都是分两群 但是你觉得这里面的客户 他总共应该要分几群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 机器学习有一个方法叫做分群 他会自动依资料 资料的距离关系 距离关系 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个彼此是有多相似的关系 来去做分群 那至于分几群 通常是由我们人为控制 例如说你要分两群 他就直接帮你分两群 你要分三群 他就直接帮你分三群 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叫做半间都市机器学习 半间都市就是说 有一半是你决定的 一半是他电脑自动跑的 可以吗 就是人要做一半 人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分几群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软体 他已经做到一件事了 就是他做到自动分群 点他 点这个点点点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用什么功能 自动寻找重击 可以吗 你已经点了两个点了 对不对 请问你 第三个点 只要做三个动作就做完了 所以第三个点要点什么 第三个点要点什么 确定 请注意一下就三个按摩 就做完自动分群了 对吧 这边 这边有看到吗 重击数目 是预设为自动 那他到底应该要分两群 还是分三群 还是分四群 是由他全权处理 这叫自动 我觉得他已经把分群的半监督室改成监督室 全部都是机器来去做了 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点群确定 第三个按键是不是点确定 好 接下来你就等 等他自动分群 他现在分几群 用颜色别来分哦 六群 这边有一群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有一群 这边大概在这条趋势线这附近哦 有看到哦 这边有一群 有看到哦 这边有一群 大概在这个零 对 这边有几个是要零以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群 四群了 五群 六群 你觉得他分的好不好 他分的实在是太好了 有听懂吗 这边一定要听懂 不然你不了解 不了解分群的重要性 他分的还蛮不错的哦 因为我第一个 我讲那个 他是好的客户不好的客户 我们是不是用那个常数0 Y直 Y轴的0来划分 这个是不好的划分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那个趋势线 趋势线的划分法 是不是有比刚刚那个常数来的好一点 对吧 他现在这样子分 他现在这样子的分法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比较大 这边比较小 知道这个意思吗 反正如果你不晓得也没关系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他是不是有围绕着这条趋势线 来去做划分 而且这是机器 他自动学习 请问他知道 他要帮你分析出来 好坏客户吗 不可能知道嘛 对不对 你又没有告诉他 哪里是好客户 哪里是不好客户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事 就好像说你今天你 你针对你针对你的资料 假设现在来 假设有来100个小朋友 要去看感冒这件事 有哪几个是流行性感冒 要去做快筛 不是每一个都要做快筛吧 对不对 而且快筛不是要自费吗 所以如果说 好以防万一每一个都去做快筛 那当然是可以正确 就是比较正确的 赶快对症下药 但事实上不是每一个小朋友 他都需要去做快筛 所以变成你只能拿他几个特征 来去做分群 好 那你现在能不能理解 理解他在这个地方 他自动帮我们分 虽然他分成很多群 分成六群 但是五六 就是我刚说在那区事件下面 那两群 其实是不好的客户 但是他怎么知道我要做的 就是好客户跟不好客户 这件事呢 你知道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为什么是分出六群 这都是由机器学型 借动来去做判断的 这样了解哦 所以我不晓得你觉不觉得这个会做就是资料科学家有时候如果他真的做得好 其实还蛮重要的知道吗 假设我今天我可以猜到你们每一个人现在心里面最想听的那一句话 然后把他讲出来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今年的盛学 这样听了都可以讲什么吗 就是这些都可以透过机器学习 然后来去算出来 好 这就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分群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假设我分两群他会变成怎么样 你能不能想象一个画面 他分成两群 然后他刚刚不是一直在执行吗 他就要去看分两群好不好 分三群好不好 分四群好不好 分五群好不好 分六群好不好 要做好不好的判断之前 他是不是要先分群 他分到六群 他觉得二三四五六是最好的 当然有可能他再去做七群的分群 八群的分群 九群的分群 然后他觉得分成六群最适合 他就停 他就呈现这个画面 不是每一个资料都分六群 你拿的资料我也不知道 假设你今天拿的是市民来去 例如说做那个户口普查 好 然后办什么事情 假设你拿到是这样子的资料 他的分群又不太一样 好 我只是要请你们特别注意 你只做了三件事 但是做完这三件事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一 这个顶顶点 二 自动分群 我现在因为已经做完自动分群 所以不能再做 三 却聘 好 请你们看是不是这样结果 然后你再思考一下 一定要懂哦 他这边分的好还是不好 分群如果能够做到90% 哇 那就已经不得了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哦 这个资料的汇出 这个是什么群 这是从级二 从级二是不好的客户 还有什么 从级六是不好客户 其他像例如说 这个是从级三是最好的客户 这样大概了解哦 那我们这边有点点点 然后汇出资料 汇出他一定是汇出成CSV2档案 假设我也是放在下载里 他叫做用销售额跟利润 来去依据客户名称 来做自动分群 好 存档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资料夹下载 这里是不是有这个CSV2档案 当然我们开启可以用谁来去看 用Excel 记得哦 从级二跟从级六是不好的客户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筛选 筛选 我就是把什么 从级二跟从级六拿掉 这些就是这些客户名称 就是我要通知的 当有新产品发表时 要通知的对象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这就是应用 这就是应用 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 而且你去看哦 这里面 这里面 我们把那个好客户的 那个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在这里 3525 3525 可以吗 平均利润 是3525 你再去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统计的是 不好的客户 好 那就把从级一 三 四 五 关掉 然后再去看 这个时候的利润 有看到吗 它的平均值是 负1192 就是这些人 你卖东西给他 还要给他钱 这样知道我在算什么事情 当然我就要把这些人 就是列为拒绝往来付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用亏很多钱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 我现在就关掉了 那汇出因为很简单 就是点右上角点点点 我就不请你们做了 好 那 再来 再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今天 学会了 分群的应用 那我们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 来去观看一下 来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呢 我想移除分群 移除分群的做法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资料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种颜色 很多种颜色是因为图利的关系 所以把图利关掉 图利关掉 意思就是没有分群了 可以吗 没有分群 你就可以点点 点点点 我们来去看 自动分群 分两群 所以简单你说 就是 关掉图利的内容 这就是 移除分群 好 那 怎么样再把它叫回来呢 那你就把刚刚这一个客户名称的分群 拖曳到图利 是不是又回来了 好 我现在把图利关掉了 因为这个动作也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 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你到时候 你查询我的影片 我都会把它剪成一小段 一小段 方便来去查询 例如说 我想要移除分群 OK 你到时候就会看到这一段影片 那我们接下来 对 这边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在下方点赞 知道吗 因为是需要你的鼓励 好 我不是要你的钱 我是要你的赞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要请你们做的是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做分两群 分两群 这边先把这个 已经做了分群 要先拿掉 好 图利里面内容是空的 然后接下来 在右上角 这个点点点 更多这个选项里面 麻烦请点选 这边有一个叫做 自动寻找重极 请把重极数目改称2 然后点选确定 你觉得他现在这样子的分法在分什么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怎么会在拆 我又不是机器的肚子里面的灰虫 我刚才要猜他在分什么 可是你不猜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事 他其实是用距离的远近来去分两群 就是他这边有一个中心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心点 这些点都是距离这个点最近的 而不是这个点 好 那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分群 无关什么好客户 坏客户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 这分两群 有没有比刚刚分六群来的好 没有 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 那我先把它关掉 直接分两群 那可不可以分三群 可以啊 这边点点点 然后自动寻找冲击 分成三群 确定 好 一群在这边 第二群在这边 第三群在这边 一样分的不好吧 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事情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 就请你们来去玩分群 例如说分两群 你就会知道 他自动分群 真的做的 我觉得还不错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你去完成 自动分群 例如说 现在手动分半间都市 机器学习 分成两群 或者是分成三群 来去看一看 然后稍微比一下 分两群跟分六群 哪一种分比较好 所以当然答案还是分六群 所以当然答案还是分六群